我公司因为有调动 要把很多房间里的 一些很久没用的东西清理一下 所有的同事都要帮忙搬运或者清杂物 大家都做得很累, 很烦, 很不开心 不过其中一位同事 他是基督徒来的, 他就不一样 他还可以每天笑着帮忙 不单有效率 还时时在杂物里面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 好像有一次, 他在杂物里面找到一盒 很漂亮, 很新的瓷器 就交给行政部的同事 让他们可以用来招待客人用 还有, 他又找到一些全新的调味箱 给我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可以用这些瓶来装调味品 我就很好奇, 大家都在这里收拾杂物 为什么这位姐妹这么好运 常常都找到一些好东西 我就忍不住问他 他就笑着说 其实一开始要帮忙收拾东西的时候 都觉得很烦 不过后来他就改变一下想法 就当是尋补游戏了 我又问他 你又怎么知道什么是补呢 哪些东西是有用的呢 他就说 平时在办公室跟同事聊天 大家都会提到需要什么文具、日用品 他在整理杂物的时候 就多留意一下 然后他还说 其实他都没有想到 只需要改变一下想法 工作就没那么闷 还可以帮到其他人 而在这里清理杂物 就变得很有意思 就好像在《旧约圣经》传道书 第三章十二节里说 我知道世人莫强于终身喜乐行善 这位姐妹体会到喜乐 应该就是因为她行善所带来的了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于爱恋 欢迎你收听《爱说两分钟》 我们十分期待你的回应 请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发电邮到 52mtalk at gmail.com 是52mtalk at gmail.com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福